不過我們剛剛有特別提到 美國在消費是呈現兩樣型 大陸也是一樣出現 緊縮的一個情況 我們要請教有明哥 在這一次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寶 竟然宣布說今年12月 原本大家期待的雙12購物節 竟然說他們不辦了 那麼明年會不會連雙11也都取消 對 非常有可能 因為一年的促銷活動實在太多了 各位要知道就是說 從618開始 然後到雙11到雙12 因為你每年都在演這樣的一個戲 所以大家其實從年初開始就很疲弱 所以一直不斷的刺激消費的一個同時 用這樣的一個明目 來去增加所謂的一個購買力的力量 已經一年比一年勢為 各位可以看一下 阿里巴巴旗下這邊有說過 他把雙12改成為淘寶年中好價節 雖然不好念 但是事實上就是希望 能夠有一個過渡期 把他這個名字轉換之後 就順勢的把雙12給下架 如果他下架了之後的話 這是一個比較體面的方式 搞不好雙11也可以降 因為兩個都是從2011年2012年開始 幾個這樣子玩下來的情況之下的話 到今年度 你會發現沒有人敢去秀這個GMV 所以所謂的網路成交金額 因為那個在2019年的時候 創了一個高峰 可是隨著馬雲出事之後 你看他個人也低調 然後淘寶的這一個 所謂的雙11雙12的活動也要低調 所以一個是不敢秀 二還是不能秀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第二個最近馬雲在幹什麼 講到這個的話我就要跟各位講 我們剛剛在特別提到 就中國消費弱已經不是一件新鮮事 可是大部分的人感受不出來 就是說我不知道這個新聞 到底是真是假 我的感受力不是很深 那最直接的一個方法 你要了解一個地方 這個社會民情的一個脈絡 你去看他的連續劇就知道 如果你要知道韓國 你就去看韓劇 如果你要知道 中國現在消費力有多弱 你就去看陸劇 你看了陸劇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10年下來 前5年 基本上人民都是很積極的 內捲雖然很激烈 但是愛拚就贏 就是有拚就會贏 但是後5年你會感覺不對 愛拚不一定會贏 但是躺平一定不會輸 對 所以也就是說 現在的一個整個社會氛圍 那市農工商排下來 市是第一 市是公務員 農就第二 所以馬雲在商 已經是排到最後了 所以他知道說 如果我現在在這個地方 棒打出頭鳥 我既然之前是大明大放 被給下放了 我這個時候再出來的時候 我要做一個政府 最喜歡做的事情 而且我在做的這件事情 是沒有人可以打強我的 所以他跑去做農 市農工商的農 所以各位要知道 他以前不是有所謂的 馬雲廚房 對不對 就是天馬生鮮 所以他現在持股一個 百分之九 九點九的 這個杭州大景頭的一個 二十二號文化藝術中心 其實講穿了 他花了人民幣大概一千萬元 做的就是調理包 在中國的話叫做玉製菜 那這個玉製菜 其實在中國是不備受歡迎的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說要吃生鮮的 各位 這個就跟以前方便麵一樣 所以在台灣大家覺得很方便 一些調理包 加熱就可以吃的 加熱就可以吃 但是因為現在不要環保意識 或者是健康的意識 可是這個就跟早期 你看到的這個調理所謂方便麵 到現在 雖然很多家長 其實是不喜歡自己的小孩子 因為都是獨子 對不對 只剩一胎 所以都不喜歡調理包 但是問題是這個東西 一旦做起來了之後 居然可以創造造造原人民幣的 一個商機 所以也就是說這個地方的話 大家開始一窩瘋的 也就是說這個還是反映 一個社會的現象 以前在前五年的時候 是您要城市一片瓦 也不要鄉下一塊地 但是現在正好顛倒過來 都往鄉下走 不然就不會有 陸具的什麼 你看到的田耕祭 或者是什麼去有風的地方 都是我們要回歸心靈的瓶頸 往鄉下走 所以鄉下 如果我做起來這個玉製菜的話 我不是把農業經濟給帶起來 我不是有所謂的倉儲業 所以做這件事情 至少他還可以活好幾年 也就是說至少政府 不會找他麻煩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市農工商裡面的市 市的話就是公務員 最簡單 現在國考裡面來講的話 因為大家都躺平了 已經都沒有什麼工作 所以國家給你安穩的一個保障 平均大概是77比1 也就是說77份工作裡面 只有一個人可以申請得到 當然突破人是有300萬 最難的10個工作裡面 他的比例是1700比1 然後最好的那個工作是 3572比1 就是3572個人去搶一個工作 對 所以也就是說在城市 一線的城市裡面的話 大概平均的失業率是5% 那是官方的數字 可是針對16到24歲的話 這個失業率大概有高達21.3% 尤其對青年 就是閉了業之後 不管你今天是學士 碩士 博士 都是一樣的狀況 那現在就是因為民生比較凋敝了 消費比較萎縮了 所以現在很多的一個工作 只要能夠保值的話 大家搶破頭 比如說杭州某一個食品公司 來召集所謂的吃飯專家 什麼吃飯專家 就是吃雞爪 各位不要覺得說 這是一個很好的工作 因為他每個月給你 大概是1.5到2萬人民幣 折台幣的話 對 但是問題是 這些雞爪如果讓你每天吃 然後一天吃5小時 然後一個月這樣吃下去的話 我跟各位來講 你試試看 這個錢你要不要收 但是很多的人 還是500比1 500個人去搶這一份工作 那他開的條件 老實講我看了以後我真的笑了 什麼意思 第一個 你要很會吃雞爪 而且你什麼口味都可以吃 你不要跟我說你不能吃 然後第二個部分的話 你嘴巴要夠大 而且你吃相要好看 嘴巴還要夠大 夠大 然後第三的話 就是你要邊吃邊介紹 所以你國語一定要很標準 所以你的普通話 你必須要什麼 第二級假等考試要過 然後第三的話 你介紹要有文化 所以你必須要看過 舌尖上的中國 你要把它看完 所以你要有檔次的去介紹 然後最重要的一點 你要射牛不能所謂射恐 所以射恐的意思 就是社交恐懼 射牛的意思正好相反 就是我很牛逼 也就是說 我今天在介紹的時候我非常的High 而且我不管人家怎麼想我 反正我就把氣氛給帶起來 那這樣的一份工作 大家搶破頭 那我們再來看 中國的企業執行家 中國信心指數半年從72分 掉到不及格的54分 那現在因為惡化的一個情況之下 有很多的外企其實要退出去 所以現在今年前三季投資金額 拋售大概1000億美金 3.17兆的一個台幣 而且都匯回母國去 所以也就是說 大家其實認為 中國整體的一個經營環境 勢災惡化了 好 再請教友明哥 你剛剛提到阿里巴巴 他是不是算是中國當中 他們國進民退的一個犧牲品 另外我們說到很多這個產業 中國如果全力發展的話 是不是都會造成這個價格的一個崩跌 包括在電動車的電池的一個關鍵原料 就是鋰 今年以來這個價格竟然是雪崩了七成以上 對 其實鋰它在反應的背後一定是電池 那電池各位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以前不崩現在崩 因為以前也崩過 但是政府有補貼 所以就讓它的價錢就開始趨緩 所以大家就拚命的開始搶補貼去生產 好 那個時候因為在推所謂的電動車 但是因為從疫情之後 電動車整個就起來了 起來了之後發現整體的電動車的 電池的狀況 卸染上是供過於求 所以對鋰的 尤其是碳酸鋰也是供過於求 一個是產能過剩 第二個是需求就疲弱 需求疲弱主要的原因就是你補貼減少 再加上就是說現在的寧德時代 又要跑到各個地方去投資 尤其是離開了中國 政府更要去砍他 因為我可以讓你壯大 但是我必須要讓你留在中國裡面 去扶植提升我們的一個 這個所謂就業率 但是你現在離開了之後 所以現在有很多的企業 不是不砍 只是時間未到 現在的電動車的產業 就面臨到這樣的一個狀況 鋰因為今年度 已經大概崩了75% 所以狀況其實不好 有專家在延調 就是說整體的碳酸鋰的一個情形 2028年庫存才會去化完 就那一年開始的話 需求才會大過公企 這樣算一算 還有四年 所以這四年不知道要倒 多少家的一個公司 另外的話 各位 我們就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天津的一個節威動力 它這個地方12月1號要停產 你要知道 它之前是得到復興 復興在中國 復興投資在中國是非常有名的 就是得到復興投資的時候 他有說我要在五年之內排名 全中國前三名 可想而知 第一名一定是你的時代 第二名就比亞迪 他自己說他要第三 但是現在說第三的人 12月1號要停產 再來我們看一下 另外一個的話 路透社這邊有報導 徽達 現在我們在講的就是 前五年最夯的產業 現在這個時候最夯的產業 不是就是在AI伺服器 尤其是深層式的AI 可是大家都需要徽達的晶片 可是徽達的晶片 賣到中國都是閹割版 那閹割版的H100想辦法再把它變 變成比如說其他的 比如說L2或者是等等的 現在他們就在說 因為整個美國限制的一個關係 伺服器拿不到晶片 所以生產也出了一些問題 像H20 H20的晶片要延到 明年第一季才會出貨 有可能二 三月 然後L20說自己不會 L2說也可能會 所以就變成是說這些東西 都會影響到 未來整體的產業發展 好 各位可以去看 政府原先支持的高端的 互聯網被打掉了 電池被打掉了 現在連AI的晶片都缺 所以年輕人根本到不了 這些公司所謂上班的一個同時 失業率怎麼可能會好 今天下來 新進平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救經濟 原則上應該是No way 為什麼 因為從骨子裡面 要知道說他的出生 基本上他的一個出生 就是整個文革時代出來的 所以你可以看他 其實在掌握權力的一個過程中 他都不是像人家一開始的時候 大鳴大放 然後這個所謂三零五聲的感 他一點一點的蠶食 所有的一個這個部分 然後最後變成集權 所以在經濟的一個思維裡面 來講的話 其實他就是改革開放30年 一夜回到解放前 所以他希望說能夠回到 當初的共產主義 或者是社會主義的一個機制 從當時的各位可以去看 這三年的一個時間裡面 紅色線是國企的部分 一直在收購民氣的部分 而且國企的成長率高 民氣的成長率一直在掉下來 然後192021年的時候 大概平均每一年 都有50家的民氣 被國企給收購 你可以擺明的講說 有可能是政府在去救 那些有問題的企業 但換一個角度來講的話 就是因為你壯大了 又掉下來了 我把你吃掉 所以吃掉的一個同時 各位可以去看 整個二十大裡面 很多人對大老闆 值得就習大大 再講了一句話 他說他有52次提到安全 15次提到馬克思主義 只有三次提到市場 你就可以知道這個人 即便在當了第三任 但他對經濟政策來講的話 只會越來越走回頭路 好 剛剛有明哥 但我們看到 以中國的一個部分 接下來倒退的一個情況 會不會更加的嚴重 尤其又在美國 對中國持續擴大禁令 中國對富士康查稅 在最終還是輕輕放下 這也讓鴻海股價 又重新回到了百元之上 我們要請教有明哥 其實說到鴻海 他現在已經變成是控股公司了 這對集團旗下的子公司 未來表現會更好 好 第一個 這個世界上關心鴻海的人太多了 你可以從他的股名裡面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 今年所有的電子五格裡面 鴻海表現算相對比較弱 對 所以大家更關心 因為最近影響他兩件事 一個是查稅 另外一個的話 就是大股東的郭台銘 這個地方的參選 這兩件事情看似沒有關 可是又千絲萬縷的相關 所以現在一個的話 查稅案已經放下來了 然後再來 因為他的一個退選之後 新聞媒體是這樣講 鴻海 富士康跟蘋果 大家都鬆了一口氣 鬆了一口氣之後 股價會不會再還回其公道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就是說這件事情很微妙 這一天 大股東宣佈參選 然後這一天就開始 10月23號被查兩個地方 一個是稅務 一個是用地 然後這一天 消息面罪頂費 要罰人民幣1800億的時候 結果股價漸低 然後在這個地方 說我罰你2萬人民幣的時候 股價漸高 所以各位 你做股票怎麼會贏 如果你覺得這個地方 很危險的時候 你會砍在最低 然後這個地方 你覺得沒事你就追最高 然後這個地方 又說來宣佈退選 所以我現在要提醒大家 一個中性來看待 就鴻海本身的好 是來自於他的子公司 他自己其實 佔他營收很大一部分 是富士康 所以富士康的一個比重 富士康龍 他就龍 富士康損他就損 但是整體來講 他都已經把好的公司 給分租去了 所以也就是說未來 如果你要再去希望 鴻海起來的話 基本上你也只能看 鴻滑科技 鴻滑先進會不會好 現階段的話 我覺得他的股價 回到100這個附近 要上去真的沒那麼容易 就算退選也不容易 也不容易 因為他就是回到 他之前的這個均價區 這個叫最好的狀況 不是因為他沒有伺服器 他也有伺服器 可是市長對他的一個評價是 我要看到你這個鴻滑先進起來 我才要相信你造車的工藝 真的會起來 所以回頭我們來看 一個是鴻滑先進 一個是他現在分出去的子公司 6933 MXKY 一個這個是做車子的 一個是做伺服器的 這個是沒有蜜月行情 這個是開始有蜜月行情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一般來講六個月大股東 可以分1 4分之1的股票出來賣 這個地方沒有一月行情的 你要等六個月之後再來買 這個的話會有蜜月行情 你是因為現在籌碼很集中 六個月之內 他還會有二度蜜月 你反而六個月要先操作他 操作完了之後 回頭六個月之後再來去看 紅蛤先進的運營模式 如果有變好的話 回頭再來去做紅蛤先進